當天直送的溫體母牛 不愧是溫體牛直送 咬下去真的是入口即化 還可以吃得到牛肉的鮮甜 加上蘸醬之後 完全沒有任何的欣慰 只想在這裡一口接著一口 你知道嗎 在這片大海的盡頭 有一個大寶藏 得到它的人 就能成為台南王 前所未有的冒險 正在等待著我們 安平古堡 台灣最早發展的區域之一 不管是海上貿易 或是戰略位置 這裡都曾經是水上 重家必爭之地 所以這裡也流傳了 許多寶藏的傳說 我拿到一張神秘的藏寶圖 讓我們一起去挖掘寶藏吧 樹以牆為幹 屋以葉為王 我看就是這裡了 安平樹屋 原本是德濟洋行的倉庫 而德濟洋行是台灣歷史 最悠久的五大洋行之一 19世紀時 專門經營海外生意 原來安平從以前就是富人保利 這麼多樹就找得好嘞 提示就在這裡嘛 你看這一艘船的帆船跟遊艇 根本就是海上的豪宅嘛 我現在就在台南安平的遊艇碼頭 這裡是全台唯一國際級的遊艇園區 而且未來還會被規劃成 全台最大的海港度假程 寶藏在哪裡啊 找好久了 嗨 歡迎光臨 是的 你怎麼在這裡啊 又見面了 你不是要來安平找寶藏嗎 對啊 你怎麼知道 寶藏在這裡 好 趕快帶我去 對對對 市長你來這邊等我 該不會要跟我搶寶藏吧 幹嘛跟你搶 市長的寶藏這麼多 我拍的寶藏很多 我告訴你 安平是最早開發的地方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美景 經過了四百年 我們要把它重新擦亮 讓全世界都知道 有我們這麼多的海洋資源 跟無敵的海景喔 不過我們要怎麼樣 擦亮這個招牌啊 咦 市長 人家怎麼這麼沒去啊啦 市長 你怎麼自己一個人 那邊曬日光雨 這海景那麼漂亮 你也不揪一下 海景很漂亮 遊艇更漂亮 這麼大的遊艇讓你四處跑 你還跑來這邊跟我擠幹嘛 這裡這麼漂亮 事實上這個港灣 未來我們還有很多商店 很多飯店 很多劇院 一個一個的開始以後 再加上 我們現在在計畫中的捷運 將來通車後 我告訴你 到時候你要來的話 就要排隊了 而且對我來講很方便 因為我只要走路 就可以上班了 你看離市中心 離市政府那麼近 這裡是無敵的啦 所以整個安平 會變成國際級的喔 一定 不僅是全台灣級 不僅是打亞洲盃 還有打世界盃啊 沒有想到耶 我們安平從文化古都 慢慢的退化成 有點科技新陳的感覺 還有國際港灣 真的是太棒了 不過市長啊 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想要麻煩你耶 蘭勒 我又不見了 Меня方面 所以這裡戰 市長呢 市長呢 咧 市長在這裡 歡迎 你怎麼下去了啦 對 你每次都叫市長幹嘛 我是市長 我要去忙市政啊 你台南有這麼多的寶藏 你就好好去發掘 如果找不到 我再打電話給我就可以啦 好吧 市長 拜拜 拜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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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堂總 嗨 優雲 妳來到這裡覺得這邊怎麼樣呢 哇 我覺得這裡的遊艇 感覺都很高級 而且很奢華耶 我很好奇為什麼要選在安平 做遊艇的碼頭 因為安平這個地方 它的潮叉低於50公分 可以說是全台灣潮叉 最低的一個遊艇碼頭 所以妳可以感覺到 在船上是不是很平穩 很像在陸地上 對 而且環境非常的優美 當然它的地點也非常便利 距離高鐵站大概不到30分鐘 更棒的是距離台南市中心 不到10分鐘 古蹟 生態 公園綠地 交通便利 當然就可以成就全台灣獨一無二 五星級飯店的一個入住 所以呢要在遊艇城裡面 吃喝玩樂 揚揚智卷 對 全部都要一站式的服務 而且聽說在這邊啊 也很多都符合SDGS 像是環保永續的概念是不是 我們的碼頭全部都是環保的材質 妳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個水底下生態非常的豐富 包括海藻 還有這個魚啊 白露絲 生態真的非常的好 不小心妳還會找到珊瑚喔 哇 那我真的越來越期待 希望以後可以多多來這裡玩 隨時歡迎妳 在安廷不只有豪華的遊艇 甚至還有米其林餐廳耶 這間米其林餐廳超厲害的 因為他們的牛肉都是 當天直送的溫體母牛 所以呢 只要把牛肉算到粉紅色 就可以開始吃了 我已經等不及 想要趕快來吃了 趕快開動吧 一邊每日現熬的牛大骨高湯 昆布清香及蔬果鮮甜香秤 呈現獨特的鮮甜 另一邊則是加入中藥材 及食蔬果味製而成的 牛骨麻辣湯 入口焦麻不燥 精心配置的鮮美 熬出食材的千姿百味 招牌級黑牛選用 每日直送的台灣黑母牛肉 以全牛料理的概念 手工分切出各種部位 趕快來嚐嚐看 這裡的牛肉真的是太好吃了吧 不愧是溫體牛直送 咬下去真的是入口即化 還可以吃得到牛肉的鮮甜 就連它裡面的內臟 像我這種怕吃內臟的人 都覺得非常好吃 尤其加上蘸醬之後 完全沒有任何的腥味 只想在這裡一口接著一口 都有的牛內臟米套煮 牛型入口軟嫩且帶有微微脆度 牛肝鮮爽滑嫩 黑牛百葉口感爽脆 搭配台南味的煎醬 更有一番風味 吃飽喝足了之後 店員有告訴我一個秘密基地 是適合安平下午的好趣處喔 最多美麗的建築不是博物館 也不是美術館 你能想像得到它是一間書店嗎 這裡號稱全台南最美的書店 看著運河享受風景 原來安平還能享受一個人的閱讀時光 世代傳承的意志 時代的變遷 人們的夢 只要人們繼續追求自由的答案 這一切的一切都永不停止 就像台南的美追求不完 台南市政府以推廣在地文化 與生態環境為目標 所以在漁光島舉辦漁光島藝術節 除了能欣賞到各種藝術作品 也不定期有精彩的演出 工作坊、市集、餐桌計畫、小旅行等多元活動 呈現出漁光島的豐富面向 前面有一個瓶子耶 前面有一個瓶子耶 裡面是什麼啊 該不會又有另外一個長寶圖了吧 好興奮喔 我母是邀請函耶 今天晚上請穿上你最美的那套衣服 來安平最美的高空壩台 與我共享台南的最美夜景 screwdriver在這門我 一座椅前 也要去跟進去 你一座椅前 是不斷的 去看 牠們都要去看 是在這門票 牠們在這門票 如果我懂得要去看 牠們在這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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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欣賞到最壯闊的海洋景觀 跟夕陽之外 我們這邊也環繞著所有的歷史古蹟 對面就是義載金城 隔著運河就是安平古堡 那遠一點可以到我們最有名的紅樹林 半步雨光橋 過去之後就是最漂亮的雨光島 月牙灣 這個都在附近 然後串連整個安平港 這是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不過我很好奇 因為你看像這邊 可以看到270度的環景 為什麼要特別選在安平這裡 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嗎 安平這邊其實它是台南市 最大的一個重畫區 它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它臨近海邊 一處可及 那另外的一邊就是非常繁榮的市區 所以在這裡可以說是 四海雙景合一 聽起來真的太棒了 讓我真的有享受到一個悠閒的假期 好想要一直在這裡待下去喔 哇 沒問題 這個是非常適合居住的一個地方 那尤其近幾年來 安平的繁榮的發達 不管是經濟交通都有一定的成長 舉凡是像61號的快速公路延伸 或者是跨港大橋的預算的通過 這個都會對這個區域 將來的發展很有幫助 集結歷史 文化 餐飲 還有娛樂為一體的安平區 發展越來越好 期待未來建構濱海商業代 可以吸引國內外觀光客駐足 為安平這裡帶來就業機會與相機 我們有競爭的學校 保持人事物 我們可以讓你形容